那这个跟盘谷啊 你说熟悉也好 说这个红军老祖也好 就是所谓的创始园林 那个时候呢 他也分了这么几个人 红军老祖 他是老大 还有困盆祖师 他下面是 就是所谓的 这个如来啊 这个 菩提祖师啊 剑原刀人 他们两个名字 可能是一个人 然后 在下面就是女娃 就是同级别的 还有这个 鹿牙刀人 大家有火之精 他是个伞尖 什么也不管 他就回来那句 很逍遥自来 这些是 红黄小说 包括跟道教 有些零星的记载 互相穿插的 到底有没有这些 神话嘛 包括我们讲中国人 他是讲艺术 讲道德 讲演绎的 你只要领会这个精神 是谁都好 叫什么都行 是吧 就是这样 他 这些啊 就是 这就是很 我们心灵当中 就是以此为特别的 就是认为他是真的 其实 你认为 你信 他就是有力量 这个我们呢 会单独强调 这个慢慢的这些东西 没有他有了 然后 我们说了这个 一生二二生四 是吧 四季二生八卦 就是这个 风神之前 这个风神就像是 八卦时代 这个 看过快天呢 他们呢 就是从第一 从台极开始 那五季五季呢 他们就都在一起 就可能那时候 是有没有是那些 人的分化 那混沌 就都在求 然后 这个 这个 两一 嗯 就是 他生出来 这个两一啊 阴阳 他也只能 这个我们 不太好解释 只能是 两分的 就是 就是 天文地 那然后四季呢 四季呢 我们就可以 衍生到这个 就是 开天亮节之后 这个 龙汉亮节 他就是 呃 四季神兽 就是说这个神兽 比这个巫妖这些还走 比那些神灵呢 就是妖 呃 我们教那个 其实那个时候那些都是大智慧者 真的说有的 呃 你看现在 国外 有的也拿这个宗教当上领袖 啊 最了不起的 呦 那他是国王 那时候师族部落的 有些他们就是 至少他也是高 高餐 呃 就是这个 呃 这个四季啊 我们就说这些神兽 啊 龙 凤 啊 玄武 麒麟 啊 有的说是龟 这些啊 啊 我们就一袋儿国这些东西也曾经都有过 啊 包括后来衍生的沙海间的各种神兽 我们只下个定论 但是说具体长什么样子 那他会什么法术会什么功能呢 这个 我不再说 那关于说龙的部分我们会强调一下 下节 然后这个就是汽油器里面 把这个 呃 就是龙缝 呃 龙是水族之掌 缝是天空之掌 然后这个地上那个 长毛的是 是这个 白虎之掌 啊 然后水里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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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水里 就是鳞甲 带带甲 这种是玄武 是掌 啊 人呢 人叫裸虫 就什么也没毛没羽毛 什么什么 也就是没甲 他就光突出了 那是人是掌 所以说 那是